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08月22日 生花时应国安 周四晚上 中协杯办准决赛继续进行 上海生花将主场对阵北京国安 上海生花经济表现极佳 其兼攻守兼备 而且善于主场作战 他们金铺有力击退北京国安晋级 上海生花经济展现超强的竞争力 联赛上24轮路的19胜4和一副 积61分紧跟上海海港 前者向冠军发起冲击 而在中协杯上 上海生花也有不俗的表现 过去两圈有惊无险的淘汰佛山男师 和深圳新蓬城来到半准决赛 对球队有力的是 他们防守顾弱金汤 二场比赛法定时间都保持清白之身 另外上海生花经济善于踢主场 12场联赛主场路德十胜二合的夹击 其间安德烈路易斯和祖奥迪西拿等球员屡次 为球队建功 相信金铺在他们的带领下 上海生花能继续捍卫主场荣耀 虽然作为传统竞旅 但北京国安近年来的实力并不是联赛顶尖 离真冠还有一段距离 经济也是如此 24轮踢玩击42分 与两支上海球队积分差距巨大 联赛没有夺冠希望 所以他们想在杯赛有所突破 不过这并不容易 在中邪杯上 北京国安过去20年来 只在2018年燃指过冠军 上年也是倒在了办准决赛上 今年客场队阵中 鞋杯未免冠军上海生花 北京国安继续止步 办准决赛 无可避免 感谢您的收听